台湾灯会在台南 这是睽違16年后的回归 主灯龙在台湾 是以台南大天后宫殿前的 石柱飞龙为设计概念 主灯区将设在台南的高铁灯区 到时候会有总高度22公尺的巨龙 展现在民众眼前 除了主灯有看头 今年设计的提灯小龙包 龙头造型还有暗藏小玄机 打开龙嘴咕咚咕咚的圆形巧克力 圆形玩具吐出来像是在吐龙珠 台南身为台湾灯会主办单位 大家长誓言参观人数一定会突破纪录 一定会打突破人数的新高 也希望尤其我们白天有篮展的加持 晚上有盐水风泡的加持 因为不止灯会 还有传统的盐水风泡活动 以及三年一次的国境篮展 台南灯会展期从2月24号开跑 一连串的活动从静态到动态 台南全部包办 TVBS新闻顾首唱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